Hello 大家好 我是Yammy 在我旁邊這一位就是文化傳播大使Jerry Hello 大家好 大家很久都沒有來澳門 大家認不認得我身後是什麼建築物呢? 就是澳門路騰的度假村建築 有我們為人熟悉的威尼斯人度假村 它是按照美國拉斯維加斯 1比1的比例搬到澳門 而對面就是剛剛是新落城的倫敦人酒店 好 大家知不知道現在我們身處的地方 這麼漂亮的地方去哪裡呢? 就是龍環蒲雲 但是為什麼龍環蒲雲會叫做龍環蒲雲呢? 龍環是指淳宅的舊稱 蒲雲是指這帶附近的建築 和周邊的環境佈局很有葡萄牙的風雲 所以1992年的時候 就將這裡命名為龍環蒲雲 入選了我們澳門的白景 成為我們澳門白景之一 那特區政府這幾年呢 不斷地優伐社區的旅遊輸送 所以我們現在多了一些新鮮的事物 我們看一看這裡 有一個新的建築 裡面就成為我們文創書店之一了 那就等Yammy大家進去看看 嗯 那麼在我們身後面呢 就有一間精品店了 那我們現在一齊進來吧 那麼在這一間精品店裡面 你見到有很多都是用蒲角公雞來做精品的主題 但是為什麼會用公雞呢? 那就是關於它的來源的 在16世紀的時候呢 有一個朝聖者 那麼經過蒲角的時候呢 就被人誤認了它是一個小偷 要判它死刑 那麼於是呢 朝聖者在行刑之前 就指著法官台上面那隻烤雞說 如果這一隻雞 行站起來為我名叫的話呢 那就是證明我是無辜 那麼那時候 全場的人都覺得它是傻的 那麼結果 誰知道那隻雞真的站起來 喊了一聲呢 那麼從此之後呢 公雞在蒲角人心目中 就是代表公義和公平的代表了 你看 那麼像我現在這裡呢 有一些很漂亮的積目 那麼也是有一個公雞的圖案 非常之有趣 那麼而剛剛才呢 在進來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看到 有一隻比較特別一點的公雞 就是這一隻了 那麼這一隻 那麼這一隻白色的公雞呢 就會變色的 那麼它是會根據天氣 而去變色的 那麼有一點點陰天 也有一點點天晴 那麼所以你看到它那個尾巴 還有翅膀呢 有一點點藍藍的色 粉粉的色 非常之特別 那麼除了買公雞做紀念品之外呢 大家都可以買郵票來去做紀念的 那麼我們首先看看這一款的郵票 那麼這一款的郵票呢 那麼這一款的郵票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見到這裡有個字寫著 澳門郵電絲 那麼澳門郵電絲呢 就是澳門郵政的舊稱來的 那麼所以這一套的郵票呢 就只可以做紀念用途 不可以用的 那麼而這一套的郵票呢 大家留意一下 寫著澳門郵政 那麼就代表這一套郵票呢 是可以用的 這個要大家注意一下 那麼除此之外 大家看到我們的郵票啊 還有其他東西呢 都是以熱錶來做主題的 那麼包括有 還有大三八啦 澳門江頂啦 馬國廟啦 馬國廟啦 六環的聖方濟國堂 那麼也都有我們 身處的龍環蒲雲五棟的建築 那麼關於龍環蒲雲的建築呢 我們就交給Jerry去介紹一下 是的 我們現在可以見到 我們這裡一列五棟青蘋果式的建築 那麼這些建築呢 就由於票市上面見到的了 那麼這些建築都是建端1921年的 那麼到現在已經有101歲的了 那麼我看到呢 建築上面都是一個地台的 那麼地台上面就是一個 旗樓式的爪籠來的 那麼這些建築是融合了歐洲 和東南亞的建築特色來的 那麼這個爪籠呢 旗樓式爪籠 就令到我們 因為太陽呢 不會直接載到家裡 令到家裡就比較涼爽了 風雨都不會直接載到家裡 那這個就是 比較適合我們檸南地區的 所以在外門之外呢 我們廣州和我們香港 都會見到不少這樣的 旗樓式的建築 嗯 那麼還有呢 這一道的地方呢 以前在我們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海來的 那麼非常之靚的風景 那麼所以住在這裡呢 都是以前海盜市政廳的主要官員 是不是呀Jerry 是啊 好像我們見到前面這一棟樓 那麼這棟樓 就以前的海盜市長 就住在這裡的了 1950年的時候呢 當時的海盜市長 郭亞伯就住在這裡 那麼他就很喜歡 在這裡的花園 現請一些社會人士的 1951年的時候呢 他就曾經在這裡的公園 就擺現 現請當時海盜市 即是坦仔和路雲的 所有的醫務人員了 那麼現在就變身成為一間博物館 叫做蒲雲生活館 透過一些擺建和圖片 就重現了當時土生蒲雲的生活情景 以及展示土生蒲雲的歷史和文化 嗯 Jerry啊 我呢 就是一個土生土象的澳門人 但你知不知道 我第一個認識的澳門地標 是龍環蒲雲 我知道你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爸爸媽媽以前的結婚照 都是在龍環蒲雲的那裡拍的 而且因為這裡很漂亮 所以很多人都會選擇在這裡拍結婚照的 而且在六月份的時候呢 還有荷花節 還有荷花的襯塑底下 我第二次都要在這裡拍結婚照的 所以如果你身邊有朋友去拍結婚照 都可以推薦他們來這裡拍的 這個公園的名字呢 原本的名字是比較長的 叫做史劉蓮德女士跳舞台 就是以澳門的第117任總督 史伯泰將軍的夫人的名字來明明的 這個名字就太長了 又巧口 東地人就不會用這個名字來稱呼這裡了 他們看到這裡有一個十字架 所以將這裡叫做十字公園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在這裡樹蔭底下花叢鐘 在這裡遠票海上露日 場景十分浪漫的 是啊 難怪有這麼多年輕人都會在這裡拍拖 結婚的話就可以來到我們這裡 民事坦仔民事登記局 我們俗稱的坦仔婚姻登記處的地方結婚 以前這裡是坦仔公學 後來就改建成圖書館 在2005年的時候 再次改成文事登記局 現在逢星期二、四、上午就會接受婚姻登記 如果夫妻一方有一個天主教教徒的話 還可以選擇來這裡 坦仔的家務教堂裡面 它是一個西式的結婚儀式 家務教堂是1885年起的 這個教堂 蘇沙主教為了35名坦仔的天主教教徒 專門起建 都是坦仔的唯一一間天主教教堂 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坦仔的家務區 我們前面有一個活動空間 我們去看一看這個坦仔加務區的建築特色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由十支 我們的羅馬柱 西式羅馬柱 撐起一個中式的金字雅頂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中西合璧的建築特色 加務區以前的坦仔街市 建立1886年 經歷過一段時間的使用之後 1983年 當時的新的坦仔街市 興起了 起好了 體樣了之後 這個就慢慢豐廢了 所以一直到2003年 當時的民政總署 就將它改建成為現在的一個 休息區和一個活動空間 這麼快 我們就已經來到非常熟悉的觀也街了 為什麼觀也街會叫做觀也街呢 觀也街是澳門的第一個行人專用的步行街 觀也街是澳門的第81任總督 雖然它上任只有三十多天 據說它上任的時候 就推行一些促進東地貿易的政策 它因病過身之後 這條街就以它命名 用來紀念它 這間手信 變成我們手信街和食街 Yemin有沒有什麼好東西介紹 講到吃呢 我當然是很厲害 在我們前面這裡 就有一間金燕餅家這個路字號 雖然你沒有看過世界家 其實它已經有過八年歷史 它們的食譜 就源自一位叫做十三菇的土生蒲人女士 她記載著包括這個牛油膏 和蟲製餅等等的土生蒲人食品的製法 後來十三菇就覺得自己已經很大年紀了 於是她就將自己的食譜 就傳給一個幫她一起做牛油膏的一個女傭 就是我們老闆娘何金燕的姑媽 後來她的姑媽就傳給何金燕 在我手上有一盒叫做蟲仔餅 讓老闆娘來介紹一下 為什麼蟲仔餅會叫做蟲仔餅呢 蟲仔餅是土生蒲人嘉嘉湖以前都會做的蟲仔餅 它就煮一條毛毛蟲 入口即溶 非常好吃 嗯 明白 老闆娘聽說蟲仔餅好像有其他的味道 是呀 蟲仔餅還有一個朱古力味 很好吃呀 我會不會有得吃一下呢 有呀 你想吃嗎 好 先給蟲仔餅 好呀 先試一下 今天都做呀 你看新鮮出爐的蟲仔餅 好 讓我試吃一塊 蟲仔餅非常特別 我聽老闆娘說裡面有鹹蛋黃的味道 但是它不是用鹹蛋黃做的 是呀 這些就是祖傳的秘方 看到你剛才吃蟲仔餅的樣子很回味 是呀 因為很好吃 蟲仔餅已經在澳門傳承了下來 還成為了澳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告訴大家 土生蟲人的烹飪技藝 在去年 就是2021年的時候 都入選了我們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土生蟲人的食飯就好像澳門文化一樣 我們是中西合璧 包容一切 兼容並促 而且近年在特區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 去推動這個社區的旅遊 推行了一系列的活動 這個活發社區的經濟 包括有路環的遊路環 澳門的關前匯 現在向我們眼前 這個就是幽桃仔 我們的遊客就可以探索一個code 進入AR程式入面 來到這個最佳的體驗位置那裡 視頻師可以拍一下Jerry的電話 我們來看看這裡 看到有很多魚仔圍著Yammy 在這個幽桃仔的程式入面 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互動的元素在這裡 你根據油桃仔的這個程式去做不同的任務 就可以拿到一些現金的抵扣 商家的折扣等等的優惠 還有一些紀念的禮品和幸運大抽獎 結合了這個線上和線下的活動 令大家體驗到一個創新的玩樂體驗 那麼今天我們的虛擬旅遊 就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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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